提供给大家来看到是台北市地检署刚刚呢 在侦办台北捷运新电线厂办合开 联合开发的这个美合式的弊案呢 在上午时候再度发动了搜索 这回呢目标是这个联开案的德标厂商日盛生集团 在这个搜索当中查扣了96年前后的集团跟台北市政府 捷运局之间的相关的文件 这位是原始的文件哦 所以这一查扣之后相关的人事们 接下来也当然一并带回台北市调处来进行征讯 待会有最新的现场消息 我们中间新闻第一时间带大家来掌握 美合式这起的一个联开案的弊案问题 现在持续的在做相关的这个侦办 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房子有关 我们来讨论是实价登陆 为了实价登陆的问题 现在呢地震室就是所谓的大一书啦 他们在帮做房价的房屋的实价登陆的时候 为什么独独他们要立刻没有处理好就要罚 那现在说呢跟大家都一样 都给一个所谓的一个限期改善期之后 又说这限期一改善的七到十五天 恐怕会让更有新人士在这个机会当中 这几天当中可以让房价走后门 所以这个实价登陆未来都是虚的 所以政府部门非常在乎透明化被质疑 非常在乎土地正义因此就被削弱 所以现在要提复议案了 我们请欲寇姐带我们来看 提复议案刚才其实我们有聊到 对于这个行政院长江一花来讲 这可是他上任以来第二个立法院会期 但也是立刻第二次要提复议案的 也是马总统执政到现在以来第二次的复议案 我们刚讲这个案子需要提复议案的话 问题究竟出在谁的身上 立法品质太差 还是行政部门没有把关 他这个上一次的复议案 其实院长自己要负点责任 因为那时候来让他来这个审核签字的时候 他自己也没看到那个教职员那个教职 所以发生了要复议 那这一次又要复议行政院跟立法院的关系是制衡的关系 但是不能是对立的关系 连这个江委员是执政党委员 而且还算非常平和的一位委员 刚才讲话都有点这个不平之明 因为他觉得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其实立法委员是按照一定的正常修法的程序 那中间当然立法院里面一定是利益集团游说的这个一个中心 那你的行政院怎么把关 然后为全民着想呢 就由行政院来跟立法院沟通 然后立法院在民意的这个权衡 跟这个政策的这个平衡的情况之下完成立法嘛 可是刚才江委员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这个这个修法在出审的委员会的时候 内政部是在场的 那内政部也没有意见啊 对不对 内政部长李洪源在场 OK 他是在场的 然后呢过了之后呢 就中间有两个月的时间 依照江院长的说法是 他们看到出审通过之后 他们觉得有意见 就责成内政部啊 还有内政部的地政司 跟行政院的副院长 行政院的秘书长 来这个对这件事情要能够守住关 这个关是什么关 这个关是江一华做内政部长的时候的 实际登陆的政策 那换句话说 李洪源他是不支持这个江一华的政策了 否则出审的时候 他为什么没有去表达意见 那当初审 他这个立法委员在初审的 出了委员会的这个案子之后 江一华又告诉内政部 你要给我找回来 要给我这个把住关 那内政部又没有把住 那就显然这个政务官 跟这个院长之间的理念有问题了 要不然就是这个政务官 在修法的时候在睡觉了 所以今天江一华 这个院长不去追究内政部长 你是怎样 你是因为跟他有心结 你不敢处理他吗 还是因为你自己也错过复义的问题 他过去自己错过嘛 错掉了一个字嘛 那个时候总统也没找他麻烦啊 对不对 记不记得闹得翻天覆雨 我跑政治新闻数十年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行政院啊 他们的治理啊 这个是这么的腊肠 就是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落漆到简直是螺丝钉不是松了 而是螺丝钉已经掉到地上 现在还想办法从地上拿回来去绕回 转回去 转回去还找不到那个原来的那个地点在哪里 对 不可思议 然后可以开一个记者会 大家都没错 一个人都没有错吗 嗯 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的党边 你的这个党的秘书长是怎么回事 哎 马主席混日子也不能这样混乏呀 商讨金好 我们谢谢玉寇姐这番分 你可能知道这里头 中间到底哪里一个砖关卡出问题 刚才玉寇姐提到说这个 令人部长那个李鸿远啊 在我们出审的时候他在场 其实这都有会议的议事录可查啦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去查我们当天开会的议事录 我这里就讲几句当初李鸿远部长回答 他说我们很乐意跟委员讨论 就是权力人跟地震是要一致 我们同意大家对裁罚标准是一致的 这是我们同意的 然后说我们同意法律的部分 应该修正使其一律平等 所以其实从这里面 我们在场 我是党籍委员 我也感受不出来说 你江院长对这一个法案的修正 有那么大的反对立场 那如果有的话 那可以早一点跟我们沟通 我们可以提其他的对案 或者你行政部门 你当场可以提对案 你可以说我们还议 等我提对案进来立法院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 因为这一个案 它并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 政治上对立的法案 这是朝野立委大家都坐下来 很平和在讨论的一个法案 当场实际上的讨论 实际上是很平和的 所以才有可能通过 如果说这中间充满了对立 或充满了很多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我相信也很难出审过关 个人放出审过关之后 还有很多的时间 是可以再去弥补的 那这中间 至少我个人我也没有听到说 行政院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 不要讲指示 或起码就是说沟通说 这个案能不能重新再审 都没有 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说 行政院也觉得无所谓 是因为这一次修完之后登了报 报纸上是头条刊登之后 大家批评了之后 发觉不对劲又有选举要到 房价真的会涨起来了 然后说不定有更 对房价更关心的人 打了电话给某某人了 之后发觉不对劲 再回过头来说要复印 然后就把责任 就都推给立法院 立法委员 然后就装糊涂 所以内政部部长 也不能够处分 或者说自行处分 一个政务官做到这样子 跟院长自己理念 沟通成这个样子 还不处理 我觉得这个国家 真的是没有癫理 这糟糕在这 刚才其实委员告诉我们 在整个议事录影当中 有讲到说那当初的李洪源部长 是完全赞成 那就让他们三方 权力义务都一样吧 那权力义务一样 那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叫做立刻通通改成 直接罚 要不然通通都叫做 限期改善 那最后的修法是告诉大家 那地政事业改成限期改善吧 所以我们才会好奇 要问到说 那这对房价的一个意志 对实际上登陆 会带来多大多大的冲击 所以刚会请教陈议员 所以我们说有这样的冲击吗 如果就单单 就这个法令上来讲 权力义务一致的话 那就一致嘛 那一致就摆平 但是现在说 已经弄到了要来复议 这里头还是这里头 纯粹的一个 政治上面的操作的影响 其实是执政党 你们自己内部的 茶壶里的风暴 刚才委员讲 这个案子没什么争议 不是意识形态 所以蓝绿都很平和的在讨论 那我要该讲是说 可能他们行政跟立法部门 沟通出现问题 如果照委员刚才转述 内政部的立场的话 听起来是对的 做起来做错了 为什么 就是宁甘迪的 应该走第一个版本 将直接罚 回归到三个人都直接罚 那就达到了立法院 对不起 行政院的希望是 这三个人的权力义务 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立法院呢 也不用背这个黑锅 为什么我现在用 背黑锅这两三个字呢 因为在初审 如果是像现在通过这个版本 应该 内政部要发现这个问题 如果内政部没有发现 还让他通过了以后 再来谈复议 那有一点点 我就说了 之前陈瑞宾在担任 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他们台北市要通过一个 明代的退职条例 他就让你通过 通过他就再讲一句话 我看你吞得下去吞不下去 然后再拿出来 就媒体开始修理 修理到 哇台北市议会 真的是灰头土脸 灰头土脸了以后 陈瑞宾总统前面做好人 后面又做圣人 大家又把关怀 跟鼓掌声给了他 这样的版本 我不敢说是心机或者是算计 可是我要讲 如果大家来讨论这个东西 难道内政部不能够 找几个有实务的人 来讨论一下吗 难道立法委员 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后来我跟委员问 这是立法院自己提出来的版本 不是行政院送过来的版本 如果立法院在提这个过程中 难道不应该 把自己的立场上划清楚 所以这都是地震室的压力吗 所以压力有税的结果 我要告诉你 太多的法令 就是因为迁就于各行各业的压力 定出来是 对国家不利 对人民不利 为什么说对国家不利 对人民不利 权力的人 就是说买跟卖 如果他们两个 主张要去作假 目的是什么 一定认为我跟他讲 不是逃税要结税 仲介这边或者是 建设公司这边 要做这个东西 一定有所目的 我们刚才讲订锚 或者是订标 我这一栋50户 我只要把那一户的价格 搭得很高 然后呢 我还去登录 告诉你说 这是真的 对 可是现在呢 因为大家讨论这么多 这种效果已经越来越递减 大家会去问 重点在地震室 为什么 任何一个人 签了约了以后 交给地震室 他是要收归费的 对 地震室最可怜 为什么最可怜 他收的归费 跟房地产的获利 跟这个仲介的获利 是不成比例的 然后他每一件 他跑不掉 案件论件计筹 那个所有的磕税 一刻都跑不掉 所以讲南买话 我们地震室 收的归费 是不合理的 跟他的责任吗 太低太低 太低太低 但他的责任呢 你说比较大 也没有 为什么 好的国家 就要清税减证 如果说直接拔 改成三个都直接拔 政府就不用集合了 为什么 我就告诉你了 如果你错了 我就直接拔 你就必须去面对 可是你现在改成 限期改善的时候 刚刚你国书点出一个问题 我在这限期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什么状况 这15天当中 我可以把这15天的资讯 拿出来做于我 下一个目的 税型下一个目的的工具 然后我目的税型完了以后 我再去修正 所以何必要让自己这样 我只要讲 使管法 为什么大家说 人手不足 经费不足 我们提上了 现在立法院也进行 台北市双北已经进行的 所谓的莫立反条款 人民检举 我给你高额奖金 这种东西依然是如此 用高额的罚金 然后政府不用浪费人去稽查 你要冒险没关系 你有本事你冒险 被我抓了 第一个 记点扣照 第二个 重罚 如果这样的情形还要冒险 说这不好听的 我们都知道 杀人放火 抢劫要判刑 还是有人去杀人放火 抢劫 你自己的选择 可是如果你政府留个尾巴给他做 那这个立法的结构上面就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轻重缓急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在这里 刚刚立委 议员帮我们做了这样的说明 所以说到底这该怎么修 问题到底我们的政府 他最care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刚刚讲叫开后门 开了后门之后 在这里想要 那15天当中 做手脚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之高 所以怎么样才能达到 真的这个房价 真的是透明 大家不要再买贵这个行比较实际 但是Sway你要告诉我们的是说 其实我们的实践登陆到现在 能够做手脚的地方还真的是很多 这个是不是政府 他才要想办法赶快去改进的是这边 我希望政府知道这个事情 可是我觉得政府好像不知道 他知道故意蒙上眼睛 因为这是业界这么多年来的惯例 惯例 违城的业界都干过这种事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惯例 可是我不相信说委员不知道 当然我一个提议是说 要罚就连贷都罚 不要只罚谁 而是关系人 通通都罚 买卖方也要罚 贷书也要罚 仲介也要罚 因为现在最多的人 都是地震室在做过户的动作 防众丢给他 可是防众就跑掉了 赚起来就没事 对就没事了 所以我不是说地震室不好 他们游戏不好 而是说其实虽都是地震室 虽然这种罚的都是零星件 然后积合很重要 为什么讲积合很重要 目前只有奢侈税有积合 奢侈税是成交的百分之零头而已 多数都没有技巧 为什么 我们讲说 今天一个房子是八百万 成交百万 所以如果你八成的话 你要准备一百六十万的自备款 那写错 一百六十万 一百六十万 可是现在一般的 稍微没有良心 一点点的都给你登录一千万 你可以讲说 两百万可以做装潢 所以我登录了一千万 两百万 不管你是现金 还是说我们这个 因为你要贷款 现在很多公营行 开始说他的贷款 没错 公营 我刚才讲说 钟晓英都没有 还是照做 还有一些什么 五大烂的那个人寿 照放 他们放得非常的轻松 所以如果他登录成一千万的话 嘿嘿八成 他就登录多少 他就放多少 都不去做市场经济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收的是 马月合约书的copy本 所以copy本 因为银行说 我相信你给我是真的 这句话就有tricky了 我相信你给我是真的 所以你买卖成交一千万 八百万 他一毛钱都不用出 黑心的投资者 而且很多 甚至很多老师在开班受责 告诉你说 请你登录成一千两百万 更狠 更狠 你看八成的银贷 对不起 他倒赚一百六十万现金 那谁登录呢 当然你说 我买贵了 万一怎么亏钱你支付 这些人可能都是人头 可能都是年轻人 都是那些022K的年轻人 他不想工作 他觉得老师告诉他 可以现赚一百六十万 更好赚 反正政府没打罚 然后课税 几乎都课不到 还可以节税 所以现金现赚 他实户就是多了 一千六百万 一千六百万现金 不用讲说 以后房子会不会增值 现在是这个样 因为一切都是免税 逃税 倒赚 所以登录 你登录就好了 只要你没有奢侈税 现在没有勾计到 所以没有税的问题 没有税的问题 反正 然后也没有假登录问题 反正政府都不知道 我们登录是假的 因为才太多是假的 好 那如果耳后实际上登录 我当然要跟他高 为什么呢 我高报之后 我其实买八百万 对 我不管是登录一千两百 还是一千万 我随便卖都是赔 在账面上是赔的 比如说我卖一千万 我是赔两百万 是 可是事实上他怎么赔 他倒赚两百万 早就赚了 所以有没有机核 很重要 可是目前没有任何的机核 那另外呢 银行很混 因为银行打电话 估价的时候 因为我们讲说估价制度 对不对 你银行怎么可以怎么败坏 估价制度是银行的那个专业 打电话给三个房仲 给一个房仲问三个行情 说你们那附近 有什么几个成交行情 房仲当然随便报 我跟你银行 没有什么相对关系 所以这就叫估价完毕了 就估价完毕了 那有些case会抽减 比如说去现场拍个照 拍照还不简单 拍一拍就回去了 对不对 然后除非说案子要送到总行 否则一般在两千万以下的案子 大概都是分行 自己做做就算 对 那房仲你希望说 他下一个案子 然后贷款更轻松 你要跟他买这样子 或是更能够玩这样的游戏 所以他还是高包 所以银行都不知道 说真正的行业 当然总行 其实总行自己心里有数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 玩这套游戏长大的人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基盒很重要 好 谢谢四位 点到的是基盒 那基盒没做的话 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在那里 但重点是原来我们韩国 是这样子玩的 所以在这里 银行它还是要赚钱 因为这几年游资非常多 大家说钱为什么这么多呢 都拿去房地产市场 因为股市没什么好玩 其他投资管道赚不到钱 那进房市最好 那进到房市之后呢 于是呢 钱这么多进来 房价要荡下来 不会的 在这里还有金融机构 也在这里配合 所以呢 其实政府部门 你应该在乎的是什么呢 实价登陆到底有多大多大的缺失 其实你要来补证补强 是这里 阿蒂正式这个事情 就复一吧 好 我们待会回来再来讨论